昨天我们说到李毗是先唐问案,结果,听完原告又听完被告说的东西之后,他就拗了头,想来想去又不知道怎么判好,想找的人就看下,但是本来原官身边的师爷就已经走了去扮原告和被告,自己身边又没有人文。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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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审我应该很过瘾,很威风就是的,但是现在这样看上来,真的不是那么好搞的,那怎么算呢,但是无论你怎么算也好,现在堂下有那么多老百姓一起都看着,你这个做官是怎么都要拿个决定出来的啊。 让他想想想想,啊,有啦,他说那个甲师爷说,你是原告,就告他打你,是吧? 是啦,是啦,是啦,他说我欠他钱,含血喷人,还动手打人啊。 嗯,这样啊,你就被告了,轻转头又问那个月师爷,月师爷说,是啊,是啊,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打他呢? 因为他欠我钱成两年不还,啊,啊,然后呢,我上门找他拿钱,那还血喷人,说没有欠我钱啊,哎呀,冤枉我还骂我,啊,一时火灯了,那么我打他咯。啊,没错没错,那你就是打人那个啦。啊,是,是小人打人,但是事出有一, 不,不用了啦。啊,啊,你他便拍一拍坊头目。老爷我已经寻得清清,清智,明明白白,啊。 无论怎样也好,你们两个呢,一个打了人,一个被人打,以你给老爷我判断,打人那个肯定是有道理,因为老爷就经常打人,所以打人那个没罪,就是你放心,他欠你钱,你追他还他不还,老爷帮你追他还, 只要被人打这个,那你真是无了无能知己啊,男人老狗被人打都不还手,怎么这么得了呢,所以老爷说,有罪那位是你,世人,和我所起开,用重家所住,在阮城那边游街三日,一边走,一边都要大喊,我是无能习, 等你第二天,被人打的时候,还不还手了,你见过老爷就是这样判了,大家说,判得清不清楚,明白明白 下面的人听到,个个都掩着嘴上偷笑,但是谁敢笑得出啊,人人都说,是是是,老爷,你判得真是清楚,判得真是明白啊 你看听到,哈哈大笑,但是他还觉得不过瘾,怕着牙差偷偷偷,不帮他压这个人游街,拿着他两把饭去旁边监视,那些牙差见到没办法, 叫一边偷笑,一边是真是拿副大家礼,将那个御师爷就锁好他,前来拿面铜锣,压着他是一起上街游街,你快要人家,走几步就敲一下他锣,一边敲到一边街, 啪啪啪啪啪,我是没胆肥女,啪啪啪啪,我被人打都不还手,真是没用,啪啪啪啪 这些老百姓听到有件这么怪的事,人人一走来看,虽然个个都不敢靠近的李葵,但是个个都忍不住笑到咳咳声,李葵见到这么多人这么开心,他就说你笑什么,他也开怀大笑。 正是玩得个人的时候,突然间,在街角那树,老智森和武冲两个夹冲中赶到,老智森压着他,立即上前压手,就揉住李葵的三领说,你这个黑鬼,你还在这儿玩得很开心,大开山城都不知道多急,你给我快点回去。 李葵听到他这么说,于是将两把板子挎回来,朝道,向大家拱拱手,去不住,不担心,我要回到梁山坊。 然后,就跟着老智森武冲两个,一路才回到梁山坊,回到山寨的时候,沿途的人见到李葵,个个都偷笑,为什么呢? 原来李葵呢,还是不舍得随那一身远观的官袍,上了来中二堂,这个时候宋光的面,真是黑个墨酒,皱实眉头不出声。 李葵心想,他进来抓我了,李葵,肯定要给阿哥撂身,不是啦,我也是自己认错先。 李葵,于是他急急脚就行船几步,想着跪低,跟宋光认错,谁知呢?李葵平时是啪啪啪啪,穿着短戴衣服来的嘛。 李葵,今天穿着远观的官袍,一下子就不记得,那件衣服前面的前襟是很长的,走得几步,一脚就踩着自己的衣服的前襟, 当同乘在地下,坐在两边那帮头领,本来见到李葵,戴着乌纱帽,穿着一只不合身的官袍, 整个城王妖里的小鬼判官那样,人人都已经忍不住想偷笑, 现在见到自己还习惯了,终于忍不住,个个都大声都上来。 诶,宋光本来是反弃了臉,见到他这么滑看的样子,他忍不住想偷笑, 但是,他绝对他抖起了嘴,戴着乌纱帽说, 你看,你私自下山,已经又是违反债规,一班兄弟接应你们, 回来梁山坡的时候,你从中途离开,更加不适合, 你眼里面还有没有兄弟,还有没有梁山坡家? 诶,大哥,这件事不怪我,诗字下山是我探眼,可认反, 但是,回来梁山坡的时候,不是我有心地特意走开的, 诶,他们这班人不适合,人有三级的, 诶,走走走走走,我急起上来,就自个路边方便解决, 诶,怎么知,当我搞定出来的时候, 怎么知他们不等人,他们走得多远啊, 你知道我的人是沦沦沦沦的啦, 诶,心急,你没懂,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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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岑山坡远, 阿哥,我知错了,哼, 离愧啊离愧,跟你说了多少次, 山寨里面一定有梯有举, 才可以服众你屡次违反寨批, 本来应该对你严加惩罚, 但既然你这次打了圣像, 今天暂且既往不够, 但以后不得再返, 看! 你看过一声, 返回下去, 于是一场风波, 才就此平息。 好了, 梁山寨这些事情暂且不说他, 回来再说官府那一遍, 太安府的王之洲那天就走不走, 一路听到梁山的人马已经撤走了, 今才回来, 跟他手臂回到官府衙门一看, 哇! 仓库被人搬到空, 没了一股钱量, 这件事又不敢隐瞒。 另外, 寿章院被你看大闹朝堂, 还扮了原官升堂民安, 令整座院城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你想瞒也瞒着, 于是, 这两份有关梁山寨的奏章, 就即时上奏到东京变梁城。 在朝廷的新奏处, 有位御史崔静, 看到这两份奏章的大惊心疾, 哎呀! 梁山寨的反冊居然这么猖狂啊! 于是, 他就收好这两份奏章, 因为这段时间, 排斥财政, 都是有病, 又没有上来以示, 于是, 吹静, 就抠着宋徽宗上迟那天, 立刻将这两份奏章, 就递到皇帝面前说, 在奏陛下, 现在有梁山寨的反冊非常猖狩, 攻打州郡, 抢掠官府前两, 搞到四围的百姓都非常不安, 现在有泰安郡, 和宋章院的宋章在那里, 请陛下预览, 宋徽宗一听, 又是梁山寨, 走走眉头, 上次去到李思思家, 就是被梁山寨的人打断了我的兴致, 还搞到, 连浸都几乎被人火烧龙袍那样, 嗯, 你帮这样的财偷, 真是使人烦心啊, 他走走眉头就说, 又是梁山寨的事啊, 唉, 真不看, 你帮财偷, 这么猖狂, 连东征城都敢来骂, 看来, 不剪除他们是不行的, 崔外星, 对于梁山寨这帮人, 你说应该怎么算好呢? 崔正就说, 在这陛下, 这微臣如见, 就算这帮财人, 应该痛死屋, 但是, 廖人一向都虎视眈眈, 年年大条国, 都派兵侵犯我们的国土劫略百姓, 国家年年征转, 现在实在是, 国富空虚, 兵源小决, 唉, 我们顾得冬眠, 可能就顾不到西边, 而且, 微臣听说, 宋江他们这帮人, 或者收买人心, 在梁山寨上面, 竖了面大棋, 写着什么太天行, 这四个大字, 且, 还正常给周围的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 搞到很多老百姓都给他们迷惑, 好像这样的财人, 正常是又勇有谋, 又够奸诈, 要征转的话, 真是不容易, 所以微臣想, 逼不逼下, 你落一道朝安圣旨, 然后派一个, 厚材厉厉, 又比较能改的大臣, 带着玉酒美食, 去到梁山寨, 对这帮责人安扶一番, 万一这帮责人是真心悔改的, 就算他们照案招入朝中, 表面上我们对他们毁以重任, 实际上, 就赶他们去边关攻打大鸟, 这招叫做以责厄厉, 如果梁山寨的责人真是这么厉害, 将大鸟压覆, 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可以说是一大行事, 就算是被辽兵, 灭着宋江这帮人, 那也都是看朝廷随着的心腹之患, 这个正所谓是一举两得, 不知道陛下你依下如何呢? 皇帝想想, 一道圣子, 再加上零罗囚端, 味酒味食, 真是可以将宋江这帮人修讽, 还帮自己攻打大鸟, 被派帝去剿灭梁山责人, 真是省了不知多少倍, 看来这条条得, 嗯, 他摸一摸头就说, 卿家说得很对, 既然是这样, 先前太位, 被陈宝线接纸, 陈宝线马上行前地说, 微臣再, 各位, 在《水虎传》这书里, 写作的这个人, 可能因为年代久远, 对宋朝的官制的考究都不是那么明白, 一般来说, 太位, 应该是属于中高级的武官的称卫, 就好像, 现在我们叫的人叫做, 将军啊, 上将啊, 那样, 但这个只是表示你的积极, 或者你的积清, 就并未表示到你是掌握什么实权, 就像高球那样, 他同样也是太位, 但他是殿穗太位, 所谓的殿穗虎, 也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那样, 那套回来, 高球应该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部长, 当然, 做到国防部部长, 他即刻起码都是上将军险, 所以被称为太位, 而这个殿前太位, 陈宝线, 只是负责在皇帝近身服侍, 其实应该属于皇帝的其中的秘书, 主要是给皇帝查询一下, 有关军事方面的事情事务, 所以他虽然也叫做太位, 但是仅是此太位, 又不同彼太位, 无论负责和实权都相差很远, 陈宝线走前了一步, 认一声, 皇帝就说, 朕现在封你为阴差特事, 带上御九十平, 领绻, tissues大爱世线, 灵触固按死一处, 前去梁山脍, Up! 而宋光枕仁治安! 重要Quad首极, 不必为朕随口这个心头之患, 神明子, 陈宝善接过圣子之后, 立刻去准备行装, 谁不知到了晚刻, 他刚刚回到家, 家人等着说, 蔡经蔡太师派人召见老爷, 陈宝善一听, 太师召见不得罪得罪得罪, 马上就被缴, 立刻进来到蔡经府中, 一路进到内书房, 起来的时候, 蔡经就只是在书房里面看书, 看他的精神就好像没什么病那样, 啊, 叹见恩相, 不知恩相有什么吩咐呢? 啊, 抱歉啊, 啊, 你是我的门生, 啊, 我听说你今天做了蔭太宝, 是吗? 啊, 是, 皇上江子, 要我领圣子去招安宋光那班人, 啊, 哼, 听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 不要去上朝, 但是, 这件事, 如果我今天在朝堂之上一定反对, 但是想想, 皇上这样做也是有他的余因, 梁山博, 梁山博, 你这帮责人, 这么猖血, 本来应该痛加之后, 哎, 哎, 不过我们的国家现在真是力不从心, 所以我们要为皇上奋勇, 既然甘口开了为了招安, 就好地地地将这件事扮好, 不过, 我觉到你这次去招安, 绝对不能够右选朝廷的威严, 不可以显得恶弱, 去到梁山博, 你要显出朝廷的威风, 不能够乱了江翔, 你要使得梁山这帮责人灵白, 朝廷是完全有能力将全部剿捏的, 不过, 是我们皇上慈悲, 才给他们一个痛改前悲, 真心归顺的机会, 如果, 他们好地地地归顺朝廷, 今天万事皆忧, 如果不是天朝大兵, 一定可以将他们 照得灰肥燕烈, 你要拿着这个态度去知道吗? 下官知道, 我都知道你很能够办事, 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所以我准备在我府中找一个做得起的人来帮你忙, 好, 是啊, 照张干办, 所谓干办, 在宋代, 在那些豪门大户, 又或者大官的府邸里面, 是属于一些负责民书处理的办事人员, 所以是属于一种职务, 这个张干办叫张人, 因为好哄得蔡经的那些夫人开心, 所以亦都好恨蔡经欢心, 陈宝善见张干办走进来的时候, 打量了这个人, 生得眉睁眼睛, 但是神情之间非常傲慢, 当然了, 能在太师府里面吃得开, 肯定那些本事也不错, 但是蔡经府中的红人, 一般这些六七本官员, 还要有权势得多, 怎会说不傲慢呢? 蔡经见到他进来, 他们陈宝善说, 陈大人, 这位就是我府中的张干办, 听人启程的时候, 将人一定要服侍好陈大人, 安全马后, 都要小心打电, 全其不能忍试一下。 陈宝善说不敢不敢, 又聊一会儿, 陈宝善很悉惊地告辞, 一回到自己府中的时候, 家人又来稳告, 高球高泰卫已经在门外等了一阵, 陈宝善说, 高球高泰卫来了, 是自己顶头上司来的, 怎敢得罪, 现在立刻将高球迎入府中, 高球一进来就说, 陈大人, 你今天听说, 好风光, 大卫怎样敢说呢? 关于梁山这件事, 下观只是成王成孔, 都未想到什么好好的计策, 怎样可以安然照安他们? 嗯, 我就怕你不知道梁山底势, 上面很多是比同空直落之徒, 照安只不过是朝廷的权宜之计, 你这些奸诈之辈, 怎能留在这儿埋藏祸身呢? 所以, 是今天我们去早朝, 如果不是, 皇帝既然预口今宜一开, 那我们都要好好办好这件事, 但是, 我希望你这次去, 一定要显出朝廷的威风, 我府中一个黎御侯, 非常做得事, 也都可以为你出个主意, 你明天就带他们一起去, 啊, 啊, 是, 多谢太尉, 陈宝贤听到, 真是头都带了, 这边蔡英来一个张干饭, 那边高球来一个黎御侯, 说帮自己做事是假, 实情监视自己是真, 皇帝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这两个自己得罪都得罪不起的大官, 有这样的态度, 唉, 这边, 想安安乐乐, 圆圆满满的完成朝安? 难啊! 各位, 欲知口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下部小龙虎